可能就是打泰拳打Boxing 或者打其他好玩的武術 我們紅拳強身健體 如果只能夠國術 只能夠用力強身健體的 在今時今日 即是說它已經沒有了存在的價值 因為太多東西可以除代你 我覺得傳統國術一定要拿回定位 就是這個是十下十次的格格的 當年林世洋絕對不會說 功夫紅拳用來強身健體 我相信他不會說這句話 但是你說要打 你經常講打講殺 那怎樣打呢 這個真的問得好 這個怎樣打呢 是的 這個訓練的系統是需要作出改變 我很贊成將傳統國術體育化 因為你有一個安全的平台 被人家教量經濟的話 可以吸引到更多的人去超越這個事項 最重要就是安全 還有要給人這個感覺就是 他的存在價值是這樣的 是的 他是這樣 他是能夠圍著這個比賽 而去訓練 可以可以得達到某一個水平 得到某一些榮譽 其實在現時 除了 其實在現時有很多不同國家的武術 都有這個系統在 泰拳博士 你不用說 另外 泰拳道空手道 他們都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平台去競技 你不要說他不是神志 但起碼他是有一個平台 給他去表達這個東西出來 他用這一門武術去跟別人的交流 去跟別人的競技 我覺得傳統國術都要這樣 但是很可惜 在這麽多年裏面 國術那個競技方式是表現套路 和計分方法和體操其實沒什麽分別 可以說時間很重要嗎 時間不重要嗎 感覺是 那個 那個 即是 你會看到現代的人 年輕人 如果你 你叫他學打拳 他絕對不會想起這件事 可能一開始 波醒泰拳 巴油之類的 去到20都沒有去紅拳 但問題好像是 他選擇去平衡這件事 還是他好像是 我選擇我對現代 現代對他的回應 我覺得每個 每個運動都有個時間點 命運使然 我覺得 吳先生說這個的時候 我覺得 叫他Oscar 有時候 可以分享一下例子 因為我前兩年 比拳擊中會禁了賽 不能打拳擊 那我就無聊會去做 不是無聊會去做 就是要經常去這集 那我去了打MMA MMA就是用拳頭打 一定不行 那一定要練很多東西 MMA是綜合的格鬥技 他去了練巴油 我發覺 其實現在聽起來 其實 中國國術那件事 就很像巴油 巴油是為何會令到 世界知名巴西柔術 其實巴西柔術是一種什麼呢 巴西柔術是一種寫著盜舖 然後站在這裡開始 然後把對方拉到地上 然後用搞殺 即是submission 勒勒他 反對關節 投降的一個技術 你都幻想到 如果兩個都是高手 搞好久都沒搞到 你都明白 握來握去 跌倒不好看 但是為什麼巴西柔術 去到現在 你一問誰說 我們要打巴油 當然有啦 剛剛出了電影 我們要打鐵龍 裡面是說巴油 會有MMA裡面 會有很多巴油的訓練 為什麼他那麼出名呢 就是1993年 美國搞了一個UFC的 叫做二種格鬥的競技場 很會變態 因為正常的 搏擊 這個是good division 就是分角重量 因為是物理來的 你重點打 大力點 又吃得多一點拳 但是那時候UFC第一屆 是一個180磅平 可以打死了400磅的人 很恐怖 那個狼裡面又沒得走 又沒有什麼特別的規則 就是不准插眼打夏金 打夏金好像得了 就是不准插眼而已 不准咬 不准插眼而已 什麼人都有 有500磅的雙國手 有300磅的雙國手 有台銘道空手道 中國功夫也有 詠春也有 幾百人參加 可以10萬美元獎金 那一屆是誰贏呢 就是格律斯家族的世子 叫做Royce Gracie 這個牠的180磅 其實看起來是瘦門鋅 就串刀濕 這樣打一下 然後那些人一打牠 牠就釋在一塊 放在地上 那些人就頭脷子 像它黃色了 那時候就是用巴西油術去做這件事 直到這副屆完結後 一些記者就講問他 他說為什麼你那麼厲害 格律斯家族的油術這麼厲害 為什麼到現在才出來這個世界 給大家看 他說比如說不是啊 我其實很差 我家裡的哥哥打到我扭電了 然後那些記者說 不是吧 你打得這樣 然後就找他哥哥 他哥哥叫Gracie Gracie 是一個很健碩的人 然後他出道後 五百場戰神沒有輸過 他哥哥還要怎樣打呢 教律斯加俊積巴西尼術的感覺是 拉下地搞殺你 不是的 他哥哥是站著打拳 打到你打救命 打到你打救命 你如果不救命 下地去騎著你打 他那個審計都未必出道 可能他拳腳已經贏了 到了現在二十多三十年 誰不懂巴西尼術 巴西尼術會變成MMA 綜合教育隊裡面的基礎訓練 你拳可以很厲害 腳可以很厲害 但你不懂巴尼 你一落地被人搞殺 根本上就成立不到這個運動 但你練完拳腳之後 有些人會說 你應該都不是巴尼 不會這麼說的 我們中國功夫經常都會說 你打了套拳的形狀不同 你這個也不是中國功夫 他就不會這麼說 他立即apply進去 他搞殺了這個運動 搞殺了背後頸鎖 你用RNC 你用RNC贏了他的內西 你用RNC贏了他的內西 這是Bio的中國技術 但他不會綜合他的背面 你是不是Bio 其實大家都不分這件事 所以在我 其實我對中國功夫就不太了解 我只是一個實驗主義 就是阿比教我 那些東西有用 我是用的 我驗中用不到 超級難用的 我就不用了 Sorry 所以我是一個這樣的人 所以我覺得中國功夫 去到這個辯林 這個時點裡 其實都一定要採取了兩種態度 一就是技藝 你打套拳是很漂亮的 即是比分那些 他打完套拳是幾分 我覺得其實都OK 很正 體操都是這樣 我覺得這個是其中一個面向 另一個面向就是搏激面向 即是如果你技藝很好 很漂亮的 其實你就不要談自己好打 你談自己好打 你其實又不用理會 你漂亮不漂亮 我覺得這樣去走 有個傳承 因為對於我來說 對中國功夫就不是十分大的感情 我都不是一個族主義者 我不是說中國功夫很漂亮 我不是這樣 即是覺得那些技巧 那些抽取理論 那麼有用 那麼對那些技術 那麼有幫助 即是如果傳承不到素 很可惜 我先總結一下 我覺得中國功夫要真是認真回應這個世界 回應這個世界 這個不是現在開始做的 民國的成功王 齋先生做的 李小龍做過 沒做過 其實今後運動 為何來做 我經常都從這個來自說 我們為何神化的人 他們是很值得尊重的人 但不是應該神化的人 李小龍死了 以後大家當他神化的人 是李小龍死了 是李小龍死了 這是很可惜的 其實那個回應 其實他們是選擇回應 是否這樣 因為好像昨天我們去網路的地方 我們做了一個展示 其實中國功夫很多時候 我們是以那個型去取得實 即是裏面的內涵 你是正常的型 是看不出來的 你用手這樣 原來這是什麼狀態 其實要用到什麼力量 但他看到你的型 就說這個不是太極權了 很多時候 你是不是被人批評 你做的事情 剛才吳俊 就是那個廣告 在實戰裏面 你做得到某些事情 做不到某些事情 就說你 那些不是巴人 那些是巴人 就是巴人的世界 就是巴人的世界 是吧 即是 剛才Pater Church 就說我昨天的例子 我昨天去到某間醫館 就是講一個 我將太極在劍道訓練裡面 我用了一招 是將對手抬起 對手正面提過來 我將對手抬起身體 然後順勢打下去身體 那這個是我覺得 是一個太極的坦勁 但因為做出來的火候 電光火石 發在阿石 直接平坦 他又覺得 這個是好像紮槍一樣 因為他覺得我是鎮開了 然後砸一下 在這個過程裏面 如果我要跟他爭拗 我是不是彈 就會很尷尬 那我當然沒有做這個 很快就這樣 就是以這個外應 來判斷你 有一樣的 是 就是彈了你 是 所以你 在一個沒有實戰的人 如果 就算有實戰的人 你未必分辨到 就算你叫我看 我也未必分辨到 那天可能 對手 你會覺得 重心被你浮起了 之後處於心狀態 然後慢慢走一走 就是 你要他表述回 那這個過程 我們又很難 用一個戲劇的例子去做出來 會經常發生這些事 所以我不會真教一次半次的事情 我沒有長時間做 因為我愛做的事情 譬如他都會用 不過他甚至不知道 因為他沒有拍 整支句手 都被扔跑 我發不出來 他 Drago 其實 我們書 這書 有人説 是馬文晋先生 能夠抽離 去說述這件事 這個抽離 很重要 抽離的意思 包含你 將你的民主感情 先抽離 接著才好客觀地 去分析這些事情 才是最有效的 其實就是那句話,我是一個實政主義者 阿迪告訴我,很多概念都很美麗 我也是一個文人,很喜歡看書都要寫文章 國術裏面有很多的描寫得很美麗 力怎麼走,那些概念都很棒 但是對於我來說,我真的沒有時間 我每天練三四個小時的練習,就是為了應付比賽 而我練習的就是練到那三個回合三分鐘、九分鐘裏面 那件事一沒有用,我基本上就不用 那件事我會比較時間,不是一練就立即用到 可能我最難的就是練了三、四個月 都發覺是不行,我就不用 因為我用不到的人會打我,我用很多次 我是負責打人,不要被人打 所以那件事就要用 當他說要處理眾生彭徑在那裡 在我的語言要挖